过去有一个年轻人 他也学佛 学得很认真 学了佛之后啊 他觉得我要去潮山 去参访善知识 于是听人介绍 在当时四川一带 有一位得道高僧 无济大使 于是呢 就慕名 跋山涉水 准备去参访 走了很远的路 快到地方了 遇到一个老师傅 这个老师傅啊 看到他这么诚心 这么辛苦 就问他 年轻人啊 你这么诚心 跑这么远的路 到底为了什么呀 他说我要去拜法某某大师 这老师傅就说了 心很沉 很难得 好学上计 不过呢 拜某某大师 还不如去拜佛 这个时代还有佛在世啊 你告诉我 佛在哪里我去拜 你真想去拜佛的话 你按我说的做就能拜到 哦 那如果有佛在世 我赶紧要去拜 于是呢 这老师傅跟他说了 你啊 远路返回 向后转 哪来回哪去 记住 在这路上 你最终会遇到一个人 什么人 你记住 你记住一点啊 这个人呢 会把你当孩子一样看 翻穿着衣服 倒穿着草鞋 这两点你记住就行了 你如果看到有这样装扮 这样款式的人 要赶紧跪下来磕头 那就是活佛 真这样的 哦 这个我要记住了 于是 远路返回 一路走一路看 一路走一路看 没有这样的人啊 哎呀 有点小失望 远路返回 回到自己家 回都回来了 再做打算吧 回到家 已经是半夜了 敲门 家里面有年迈的老母 听到敲门声 各位做母亲的 应该更容易理解 孩子的敲门声 听得出来了 现在的门可能不一样了 过去的门 那都是有记忆的 听到敲门声 一下子 知道孩子回来了 半夜三经 来不及啊 穿着那么整齐了 所以衣服 黄里黄张拿起来 穿穿了 那下床的时候 鞋子也穿到了 黄里黄张赶紧跑出来 给孩子开门啊 哎呀 而让你终于回来了 门一开 这个年轻人 看到这幅场景 一下子 恍然大悟 原来 老师父说的 他这一路上 最终会遇到的 那种活佛 早早就在家里等他 这个就是 他要拜的活佛 这个人 叫杨佛 后来 写了很多相关的 这些著作 劝人 以佛法行销 各位 佛法的学习 是温馨的 有温度的 佛法的学习 是让我们在当前生活中 感受到更多幸福的 佛在哪里 无处不在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听过 但是把它变成生活的时候 我们缺乏可操作的方案 佛在哪里 在家里 在家的哪个房间 又说不出了 在家里的哪个房间啊 在父母亲住的那个房间 各位听明白了吧 谁是佛 谁愿意这样做 谁觉悟 谁就可以慢慢的做佛 成佛了 各位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佛法 要用的佛法 谁学谁做 佛是众生做的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 共同学习佛法 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可以成佛 在这里 我先祝福各位 大家在将来的生活中 善用佛法 早成佛道